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定于2月27号至28号 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 目前会晤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开展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方一贯支持朝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中方将继续为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持久和平 做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据介绍 韩国总统文在寅2月19号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 期待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能成为一个重大转折点 将半岛无核化 建立半岛和平机制 以及发展朝美关系等内容进一步具体化 特朗普总统也预期这次会晤将取得巨大成果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 2月19号已启程前往河内 为美朝领导人会晤做准备 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方一贯支持朝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我们注意到朝美双方的工作团队 正在为朝美领导人 即将在越南举行的第二次会晤 积极开展准备工作 我们希望并支持朝美双方 进一步展现诚意 积极互动 期待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顺利举行并取得积极成果 为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 与持久和平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也将继续为实现这些目标 做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耿爽表示 中国一直认为朝美直接接触对话 是解决半岛核问题的关键 去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重大转机 朝美领导人新加坡会晤 打开了半岛核问题的僵局 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体现了中国始终如一的坚持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